好,各位同学,我们上课 今天很高兴,是第一次给大家上课 我觉得时间好像过得非常快 上个学期我给几个同学上了 有大概十几位,十六位同学上了新生研讨课 蛮熟悉,所以这次见到同学 我觉得好像很多同学很亲切都认识 有这么一种感觉 每年这个时候我觉得都是相当于是春天来了 这感觉都非常好 一个最好最好的感觉就是 除了大家看到说花要开了,草要绿了 除了这个之外,对于我个人来讲 最好的感觉是见到一批新的同学 就每次我觉得见到新同学那种感觉 特别开心那样子 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姓李,叫李燕梅 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老师 我的背景是跟生物有机相关 就是说有机化学 但是有机化学是跟生命科学相关的 这么一个研究 所以这门课呢,由我给大家上 我先把这门课的一个教学要求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门课主要的重点教材 用的是邢奇以邢先生这本的 有机化学的这本教材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本教材 它体系非常完整 有一些内容是论述得非常好 好多同学可能用过这个 都经过这个教材 都用过这个教材 非常好都有感触的 我自己本人写了一本 这个呢,因为实际上是给短学期看的 不太建议大家看这个书 但那个上面有一些就是思考题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但大家不要买 我会陆续把这些思考题告诉大家 如果想看这个书的话 我那儿有 我就给大家带几本过来就可以了 再一个就是关于Solomon的这本书 Solomon这本书 我刚才看有同学带了第十版 你给大家看一下,第十版 第十版的Solomon的这本 据说是国际版的 这本教材也不错 我很喜欢 因为国际有好几本主流的 有机化学教材 包括Morrison的 包括Corey的 Carrie的这几本书 但Solomon这本书 它的体系跟国内 现在就大家用的体系 比较相近一点 所以就是做同步的教材 比较好一下 可以看一看 里面很多每个章节 包括每个章节化后 有什么性质 它有什么跟实际的一些应用 很多那个背景的资料 非常多 看起来很有趣 不枯燥 不痛苦 可能有的 谢谢啊 有的看起来可能觉得比较痛苦 那本书一点一点都不痛苦 主要是这么几本的书 其次就是 还有就是 胡云文先生这本有机化学这本书 也可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再一个呢就是参考书 我个人比较强烈建议大家看两本参考书 一个是March这本书 这本书对有机化学 做有机化学的老师或者学生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书 有人有时候开玩笑 说那本书像一个电话号码布 就还会查后面那个书是这么厚 后面参考就参考文献这么多 就是你可以看很多东西 他从来 他这本书 你要看这本书就发现 跟教材不一样 教材给你说什么事情 就是很肯定 这个和这个在一起反应就是得到他 这个和那个反应就一定是这个机理 但是你要看March这本书的话 他总是说 这种情况应该是那样 那种情况应该是那样 这是什么 实际上就告诉你 就是说 有各种可能性 你要学会分析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这么走下来的 这么一个分析的 那个一个思路在里面 就教大家一个思路 就是有机化学学到后面 不是说背几个反应 而是分析问题 你怎么去分析 这个思路给他分析出来 再一个就是冯先生的 南京大学冯俊才先生 他编了一系列 陆续出了 他和北大的裴薇薇老师 一起陆续出了一些学习参考资料 还有一些习题 我个人比较喜欢 他的这个习题集 所以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行好的 那我开始讲有机化学 就是我们正式开始讲 这一门课 先给大家讲 第一章的内容 就是关于有机化学的一个 介绍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内容 什么叫有机化学 什么叫有机化学 关于有机物的化学 是吧 还有说 关于碳氢化合物 及其衍生物的化学 这样子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合物 比较保守一点说 就是什么叫有机化学 就研究有机化合物的化学 说了等于没说一样 历史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刚才已经有同学说了 说什么叫有机化学 叫做碳氢化合物 及其衍生物的化学 就是有机化合物 叫做碳氢化合物 及其衍生物 实际上这个实际上 是一个Shinema的一个定义 讲到这个地方 你们中学肯定也学过 实际上这个定义的 就是最后到这个定义的时候 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过程 最早以前为什么把化合物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化合物 分成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 就是大家对一些化合物的一些表观现象 和来源一些认识 岩石啊 石头啊 包括什么水啊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生命力 比较矮板 所以叫做无机化合物 很多我们见的花花草草 或者从这些花花草草里面 提起出来东西 好像都有生命力 所以叫做有机化合物 这最早的一个定义 后来实际上这个定义 走到最后走得比较极端了 只要极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把有机化合物和生命力 连在一起了 最早还是说有机化合物 是从有机体里面提起出来的 还是这么一个很直观的 很纯朴的意象 后来呢说是 什么是有机化合物呢 一定要有一种生命力 就是一种很 对对对 很奇怪的 很神秘的一个现象 给它这么一种力量把它产生的 所以当时有一个很 大家都知道我刚才看下课的时候 课上大家告诉我说 上无机课的时候 老师经常给你们讲 就是我们组里 哪个哪个同学 又发了一篇Jax 哪个哪个同学发了一个 Uncle One是吧 就大家对学术刊物 还是有一种 就是很认可很崇拜的 那个当时在生命力 这个学说非常非常时尚的时候 有一个很著名很著名的化学刊物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什么 叫做怎么合成老鼠 怎么制备老鼠 它这个文章很简单 就多少公斤的麦子 加多少公斤的水 多少温度 多少怎么样 这样老鼠就产生了 我都不知道 老鼠从哪里来偷吃麦子的 可能是 就到这个程度 这个呢 因为它就说什么 这是有生命力 所以老鼠就能够产生 所以当时这个学说 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可笑 但当时真的就这么出来了 实际上慢慢慢慢 经过不断的发展 后来大家发现 这里面分 就从我们大家公认认为 都认可这些 所谓的有机物里面 都含有碳 后来呢 慢慢慢慢又延伸到 发现不仅是碳 如果说的更严谨一点 或者说更 覆盖的更广一点 叫做碳氢化 和极其演生物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比较 比较 稍微公认一点 虽然也就是说 有机化和 是整个宇宙进化 或者我们不要讲 那么玄乎的 叫做分子进化 这个分子怎么进化 实际上是比较后游的一个 就是比较下游 比较晚的一个产物 也就是说最早 我们知道是一个宇宙大爆炸 大爆炸有一些 亚原子层的一些粒子 后来呢 就有什么质子啊 中子啊 垫子这些 而后产生什么 产生是氢原子 氦原子 就氢的系列 这个原子 实际上外空间里面 99%或者整个 就是估算整个宇宙里面 99%或者99以上的 都是氢和氦 剩下元素含量 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有了氢和氦以后 才有各种重的原子 这些重的原子 在相互结合 开始是简单的结合 像一些有机物 后来变成很复杂的结合 才变成我们这个有机物 所以分子才进化成有机物 开始是小分子的有机物 后来变得比较大的 分子的有机物 就变成一些生物分子 蛋白质啊 核酸啊 脂类啊 糖类 后来这些大的分子 又通过 不知道一个什么方式 就结合组合 组合成的一些生命体 组合成一些细胞 会变成生命体 这样子才最后才到的人类 所以一开始是元素进化 到分子进化 才讲到生物进化 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个词听起来很可怕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什么 星际的尘埃 不要那么悲哀 就是我们实际上 就是星际发展的 一个一些分子 好 不讲这些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有机化合 实际上就是用 整个宇宙中间 大概不到 百分之零点一的 什么碳原子 氮原子 氧原子 那么组成的 一大类化合物 但地球上 地球上这个 氢和氧的量 就是氧和氮和碳的量 是远远是高的 地球表面 还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尽管如此 现在的有机化合 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就现在不完全统计 已经有五千多万种了 这是很不很不完全统计 五千多万种 就是我们这门课 是要干嘛 是要学着 五千多万种化合物 它的结构 它的性质 还怎么合成它 有同学就是惨了 五千多万种 我一天学一种 学五千多万天 是吧 实际上没有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把它的 一些核心的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思路是什么呀 它的核心的思路是什么呀 如果有一天 五千零一万种化合物 出来了 你也知道 它大概是个什么结构 后天五千零二万种 出来以后 你也知道 我该怎么去合成它 所以讲的是一个思路 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 有机化合物是非常丰富的 就是你像面包里面 也是有机化合物 汽油里面也有有机化合物 各种有机化合物 都非常多 而且我最得意就是 做有机化学实验 仪器特别漂亮 我不是在 今天没有无机的老师 没关系 这无机实验 就小试管 真的做一个 好无聊 家的试管里面摇一摇 现象出来记一记 就结束了 可能现在有一些进步了 但做有机实验 做有机实验的这个仪器 真的是非常漂亮 就是我当时有 我认识一个学生 他就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有机的小仪器 尤其是小的 就五毫升的小小 跟玩具一样 他就自己买了一套 摆在自己那个房间 那个桌子 搭在那 搭了一套 很有意思 今天搭一套真流专制 明天搭一套回流专制 再怎么样 就再搭一搭 特别有意思 包括就是给大家发的那个模型 昨天晚上胡志文还在纠结呢 纠结在什么 大家学生 我发给大家模型 是一个盒子都拆好的 这种从学生的收回来 我都不好意思收 都搭的各种各样的结构 有碳六式结构 或者有一些结构 就收的时候 可代表是很痛苦的 拿那盒子 收到每个人桌子上去收回来 就大家也习惯 有一些模型 搭成一些结构 摆在桌子上 真的是 学往里回去去搭一搭 就跟那个学生一样 回去搭一套 今天搭一个回流专制 明天搭一个蒸馏专制 就小东西搭 就这么搭 搭起来就这么一点 就摆在那了 模型也是 今天学了那个本环 搭个本环摆在那 后天觉得青蒿素结构很好 青蒿素不好搭呀 也搭了一个青蒿素摆在那 特别有意思 所以学有机化学 我觉得比无机好玩多了 比较好玩 其他那些内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中学也学过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 要学的有机化合物 它有什么特性 它有什么特点 也就是说开始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说有机化合物什么 是一些碳氢化合物 极其衍生物 但实际上 不知道这种说法 并不一定很合适 也就是说 我们要看一下 这种定义 只是一个很大致的 一个很宏观的 一个说法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构 是不是有机化合物 是不是 不是 认为它不是 有机化合物的举手 那其他同学 那这样 认为它是 有机化合物的举手 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把这个定义 写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结构 是还不是 是有机化合物 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例子 给大家举出来呢 就是说 对于有机化合物来说 我们不要只看这个定义 就是不要说 只是看它组成 很关键要看它的性质 就对有机化合物来说 我们从几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特性 它是一大类 因为实际上 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 之间界限 不是特别明显 也不需要人为的说 这个化合物就是有机化合物 那个化合物就是无机化合物 这个化合物应该是我来研究 那个化合物是无机化合物 王迅你拿回去研究 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都会去互相去 去通过我们自己一个能力 我们去互相去介入其他的领域 界限不是那么明确 但是呢就通常对于有机化合物来说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我们看一下在结构上 对于有机化合物来讲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经常是以供价件来结合 在无机化合物中间 你很常见到的是一个离子件 但是在有机化合物中间 供价件是最常见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自身成件的能力很强 你经常发现有碳碳在一起 成件会成得很长的一些件 不管单件也好 双件也好 三件也好会连得很长件 但是无机化合物很少见 你很少见到 比如说绿原子一串 十几个绿原子连在一起 很少见到这种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自身成件 再有一个同分预构 比如说像无机化合物 你要写一个NACL 你基本上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结构 但是有机化合物 你如果写上一个C10H22的话 你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结构 所以如果你写有机化合物 不能只写组成式 你还要知道这十个碳原子 是怎么连的 而这22个氢原子 跟它是一个怎么连的方式 这个要很重要 所以这是有机物和无机物中间的 很大差别 这是一个结构上 还有一个是物理性质方面 对于有机化合物来说 一般来讲 不是说是最长 不是说是所有都是这样子 一般来讲 它的溶点啊 废点都比较低 挥发性会比较高一点 很多有机化合物 它的比重是比水轻 就是很多是浮在水面上 很多不是说所有的 很多是这样子 再看一下它的化学性质 对于有机化合物来说 它化学性质又有一些特点 就是它一般来讲 不是特别稳定 无机物都非常稳定 我们知道比如说像石头 像水 像金刚石都非常稳定 你知道那个情人节 大家都会说说 哎呀我喜欢你 我爱你啊 我跟那个石头一样的 那个海枯石浪不变性 都会这么比喻 不会说拿一个有机物说 我爱你啊 我的感觉就跟橡皮一样 那个持续 好像没这么说 像有机物的话 基本上它很多 稳定性不是特别强 过一段时间 它容易就是分解啊 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还有呢容易燃烧 再一个呢 有机化学反应 稍微一般来讲比较慢 你要做有无机实验的话 基本上你两个学识就结束了 但有机实验 一般会要等比较长时间 一般是半天 或者一整天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 稍微多一点 还有就是负反应多 你要在写无机反应的时候 我可以是A加B 就是等于C 就合成它了 基本上你可以用这种符号 但在有机化学里面 坚决不能用这种符号 用的是这个符号 也就是说 A和B加在一起反应 主要得到C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不反应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要用这个箭头的符号 来写反应式 这是一个特点 好 这是一个化学反应的 一个就是关于 那个有机化后 它的一些化学性质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有机化学的研究领域 就是一般来讲 有机化学是怎么研究的 怎么去研究这个学科的 好 有机化学基本上常见 因为领域非常多 你可以从二级学科来做一些分析 但是一般来讲 最常见有机化学 分这么几个领域 第一个是天然产物 就是我们好多有机化后 都是从天然产物 从植物啊 或者说动物啊 或者从一些 自然界里面得到的 也就最早最早的有机化学 都是从这里面得到的 从石油里面 知道石油里面是什么成分 从煤里面知道 是一种什么成分 所以呢 如果更广义的来讲 我们现在的有机化学 是一个什么基础呢 是建立在煤化学和石油化工的基础上 就是我们现在讲 基本上第一章讲的是顽厅 后面再讲其他结构 从顽厅再衍生 这中间潜台词就是我们的很多的 有机化学的原料 是从石油出来的 是从煤出来 煤的主要成分是 煤的里面 本环和方向做化合比较多 那个 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石油枯竭了怎么办 怎么办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起的问题 就是我要下岗了 为什么 那个时候讲有机化学就不这么讲了 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化工的时候 化工生产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最早从乙烯过来 来做一个什么事情了 我们那时候可能是什么 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乙醇 有可能 对 还有什么可以替代 二氧化碳 对 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对了 还有同学说 比如说像木枝树什么 就是植物里面纤维素可以替代 所以那个时候学有机化学 可能第一章讲二氧化碳有什么性质 通过二氧化碳 我们可以合成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还有说乙醇有什么性质 通过乙醇可以合成什么什么性质 木枝树有什么什么性质 我们可以合成 可能整个有机化学都变了 好 不扯这么远 我们就说一个天然产物化学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很重要研究 是从自然界里面提取一些结构 来做研究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很大的 从南到北这么一个变化 它的环境变化 气候变化 包括局部的一些高度的一些变化 都会产生不同的植物 各种各样的植物 所以不同的植物里面 可以提取很多很多有效的成分 这个是对于中国来讲 咱们国家比较好一点 跨度是很大的 实际上从这种非常 温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热带的气候 包括很寒带气候 我们都有这种类似的结构 类似的气候 那么我们的植物植被丰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给大家一个图是云南的图 为什么要说云南 云南的位置好极了 在这个地方植物非常多 包括它的地势的情况以后 对于咱们国家来说 云南这个地方它最重要 咱们说咱们国家地大物博 物博的一个含义是物产 包括矿产的含义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这些植物的 这么多植物的分布 可以从里面来提取很多很多东西 这里面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做有机化学 一个很大的目的是 我们要合成我们所需要的分子 比如说药物分子 肿瘤是大家觉得是很严重的疾病 我们要合成各种抗肿瘤药物 那什么样的结构能有这种活性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闭着脑 就是闭着眼睛 拍脑袋 所以我们画出一个结构 但是大自然会造出很多很多 很奇妙的结构 非常奇妙的结构 你都想不到 开枯了做梦 还能想出那个本环的结构 是那样子的 好多结构你做梦都想不到 但是自然界会给你造出来 你可以把它分离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但是做天然产物研究的时候 有一点给大家提醒一下 一定一定要注意 同一个植物在不同地方 或者在不同季节的时候 它的活性成分是不一样的 你要分离这个活性成分 一定要注意它的时间地点 大家知道就是说 老中医经常开药说 你要取什么 是那个叫什么霜冻以后的 在那个 海南不霜冻啊 什么地方霜冻呢 霜冻以后 比如说在那个重庆的某个 纬度多高的那个 不是海拔多高的地方 那个的某个植物 它是有道理的 因为不同时候的不同植物 它的活性成分是不一样的 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达菲这个事情 达菲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禽流感的这个药 这个是达菲 达菲合成需要这么这么多部来合成 它的起始物叫做芒草酸 我不知道我给大家讲清楚没有 芒草酸是一个起始物 它没有任何药性 它要经过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反应以后 最后得到这个结构 它才能作为药叫做达菲 好吧 这个讲清楚了 明白了 好 我们反过来看一下 芒草酸是一个什么东西 芒草酸是从八角里面提出来的一个东西 它具有 就是它在八角里面成分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以从八角里面提取芒草酸 以后经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么一圈转过来以后 能够自备出药 叫达菲 好 芒草酸是从八角里面出来的 罗氏公司是达菲这个药的最主要的生产者 罗氏公司已经说了 说这个芒草酸不是所有的八角里面含量都有都有的 只有来自中国的四个省份中间的八角 芒草酸的量才足够多 或者说才有芒草酸 它才能提出来做药 好 这是第二个概念了 好 那么也就是说八角实际上八角对咱们国家来讲物场是很丰富的 就是地球上 世界上百分之八九十的那个八角都在中国生产 而中国基本上在广西比较多 好 这是一个事实 我现在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当禽流感流行得非常严重的时候 八角是脱销的 是吧 知道这个事情吧 应该知道 有这个事情 当时那个就是 禽流感流行的时候 八角是买不到的 为什么 大家说煮八角的水 喝了以后可以治禽流感 也就是有一天突然间回家的时候 你老妈给你煮了一大碗 那个八角的那个水 掐你脖子 那你喝进去的时候 你要用这个道理跟他讲 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天然产物研究的问题 你取样非常重要 你要去取样 你要分析出那个芒草酸 你不能随便取 只有是在这四个省份的 尤其是在广西这个省份 这里面你才能分离出来相应的这个有效成分 好 成员了啊 这是第一个 去天然产物 天然产物分析出来 第二步我们需要进行结构分析 通过各种方法来结构分析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 用什么方法来结构分析 再有就是分析出来结构以后 它的量非常少 我们要合成 怎么样把它合成出来 这也是一个要研究的 再一个有机化学 很常研究一个就是反应机理 反应机理是什么 就是它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那么知道它怎么进行以后 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一个 一个合成的一个步骤 或者改变条件的话 那么它使它的产力会比较高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 再有就是有机化学 和其他学科在一起渗透 比如说跟生命科学渗透 就是化学生物学 我们有好多基科班同学 如果讲这个话题 肯定比我讲得更透彻 我不再仔细讲了 还有呢 跟环境科学渗透 比如说一个新的一个 与其说是一门学科 还不如说是一种迷念 叫做绿色化学 这么一个迷念 好 这是化学的一个 有机化学相应的研究领域 我想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下 有机化学的研究方法 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学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研究的方法 还有学习的方法 怎么给大家讲一下 好 为了告诉 为了给大家讲有机化学 怎么学习 先给大家讲一下 研究方法 怎么去研究的 几种方法 一种呢叫做特殊方法 就是我们在特殊条件下的方法 特殊方法分两种 一种是极端情况下的方法 就非常非常极端情况下 它会发生什么反应 或者会得到什么结构 比如说在那个海底 非常非常深的地方 或者是火山口的地方 或者在这种地方 这个就是模拟一个失重的情况 来做一个化学实验 这个也有 这是什么东西啊 烟囱啊 不是烟囱 那个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没有 对清华附近路熟不熟 如果我们沿着城府路一起 应该能想得起来 沿着城府路 从西往东走 走到武道口 过了那个清贵以后 有一个岔路 像南拐 知道那条路吗 那条路过去以后 就是到四环浮路 你往四环浮路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大烟囱 这个大烟囱是一个什么 做失重实验的地方 下次你们一定往那个方向 骑车走一下 就能看到这么一个大烟囱 做失重实验 就是没有重力时候 它会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是一个 失重的那个实验的 这是极端条件下 除此之外还有偶然因素 做科研的 比如说 开苦了做一个梦 那个结构就出来了 那个巴斯德 就是回去过 那个圣诞节以后 那个结构 他也发现了 这些都是意外 也不完全是意外 你们知道 机遇是给那些 有准备的头脑的 这个我就不说了 常规的方法 是什么样子的 就除了特殊方法之外 常规的方法 实际上和刚才我讲的 有机化学的研究方法 是非常相近的 也就是说 我做有机化学研究 第一步 首先一般来讲 我需要把这个结构 分离出来 分离可以根据 它的废点不同 我们来做蒸馏 还有根据 有的结构能升华 有的结构不能升华 我们可以用升华方式 把你存的化合 拿出来 因为你不能一堆 80个化合 混在一起来研究 你得从80个里面分出 1230来做研究 还有其他的方式 根据它的溶解性不同 我们可以用 萃取的方法 某个化合 在A溶液中间溶得好 某个在B溶液中间溶得好 用萃取 可以用博程分析 重结晶 或者是注射谱 来做分析 注射谱 注射谱是什么事情 过柱子 对 过柱子是什么事情 那个 注射谱是这样子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柱子 里面填充了很多固体的东西 这个固体的东西 它起一个吸附的作用 它能吸附 当你把这个80个化合 从里面进去的时候 有的化合 被它吸附的比较紧 出来的就慢 有的化合 被它吸附的不太紧 出来的就快 那么这样子 原来是一堆80个化合物 经过进来以后 它走的有的快 有的慢以后 快的就先出来了 慢的后出来 在不同的地方来收集 那么你就把化合物 给它分离出来了 这下一个 下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 这是王府井的那个 购物一条街 你们全班六十几个同学 到那去 一起出发的 要去购这个购物一条街 那个好多好多商店 那个顾城可能觉得商店好无聊啊 太无聊了 快速地以百米充斥的性质 这么跑过来 那个一下子第一个就出来了 其他同学陆续有的问问 有的不问 就在后面那个慢慢出来 那个杨雨萌呢 杨雨萌呢就觉得什么都好玩 在后面就慢慢看 慢慢看最后一个 哪一个摊他都问问 每一个摊 信音都非常强 就慢慢等啊等啊 最后一个出来 这样就把你们班同学 就都给分出来了 就可以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好 分开以后 可以做结构分析 包括元素分析 是什么元素组成的 包括 它总的分子量是多少 还有 每个元素 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都能够知道 这样子以后 再通过 它的一些特殊的化学反应 以及我们后面要重点讲的 波普性质 这样把它结构 给它确定出来 而后做合成 做基地研究 就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有机化学的 一个常规的 一个研究思路 好 具体研究思路 我们在学完这一年课以后 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个认识 那么现在实际上 想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学好有机化学 大家不是第一次学化学课了 也学过物理课 学过数学课 知道化学和数学和物理 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或者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于物理和数学来讲 基本上是比较演绎性的学课 比如说像物理 它一门课 可能就讲一个牛顿三定律 就三个定律 它能够给你讲一年时间 就这个事情 但是对有机化学来说 它或多或少 或者更偏重 是一个归纳性的一个学科 会给大家一些事实 大家掌握这些事实以后 能够分析 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基本上是比较归纳性的 一个学科 所以给大家提三点建议 就学有机化学的时候 三点建议 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从结构和机理上面 你去找规律 这第一点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 而第二点建议 要多进行比较和归纳 一定要比较不同的结构 或者说类似的结构 它在那个化合物中间 它是一个什么性质 这个化合物中间是有什么性质 所以我知道很多同学中学都参加过竞赛 都学过很多 包括邢先生那本教材的习题 都做过很多遍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把所有的知识点都忘掉 不要把这些知识点 因为有这些知识点 在你脑子里面 你很容易非常妨碍你的一个学习 尤其是背一些反应 一定这样子 我们把所有的过程都忘掉 我们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你从头从结构上推出来 一定要装得非常像 你什么都不知道 特无辜的 从最最开始 你把这结构给它找出来 一定是这样 从结构你来分析它的反应 而且不断地归纳 学到某一个章节 或各类化合物的时候 你互相做一个归纳 做一个比较 再一个做适量的练习 讲一些具体的 就是你在学习一些反应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结构是决定反应的动力 你不要被反应 不要说 一上来说 西听有什么反应 缺听有什么反应 我坚决反对大家被反应 被直接反应 一定不要被反应 一定要知道 结构是决定它最重要的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 今后如果给你一个 从全新的 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结构 是你马上能够估计出 它应该会有什么样感应 好 给大家归纳出三条来 就是要三个清晰的认识 一个是 对化合物的电子分布 有一个清晰认识 还有是对反应的位点 有清晰认识 还有对电子的行中 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三个基本点 三个清晰认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对电子分布有一个清晰认识 就是你给你一个结构 你对它的电子 一拿到一个结构 因为说学有机化学 就是学一种视角 学一种看问题的方式 给你一个有机化后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视角 学会一个特定视角 好 我先给大家讲 特定视角 这个一看这个图 你们什么视角 谁啊 不用管谁 谁啊 美女啊 是吧 这是一个视角 但是如果遇到医生的话 比如说骨科医生 就看到她是 她的骨头是这样子的 遇到神经科大夫 就看她 她神经应该是这样子 遇到心脏 心血管大夫呢 看得更专业 她心脏应该是这样 就是不同人 她的看问题 视角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学一啊 这门课没有讲一 我们讲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六边形 对吧 你学到现在 你们也高考经过 学过几年化学以后 也知道这是本 对吧 不像有的 不同学科的 说正六边形 像什么 那个乌龟壳啊 什么 还有人说是像螺丝 我开始都没想到 他说像那个螺丝 六边形的那个 螺丝帽 那个东西 都这样 但你们学到这 你们肯定 一看这本的结构 你们会想起这个 对吧 一看这六边形 马上 到底眼里不是六边形 你不像艺术家一想 说完美的正六边形 怎么怎么样 不想这个了 你会知道 它应该是有 批轨道 批轨道侧面重叠 形成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你会知道了 学到化学 学到这个地方 有这个感觉了 但是 就是再深一步 你看到这个机构 一定要想象出来 它有一个电子云密度 很大的区域 电子云密度 很大区域 在这个中间 所以 它在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你不能找一个 电子云密度很大的一个 一个反应物 去跟它反应 比如说氢氧跟负离子 如果谁写出个氢氧跟负离子 进攻它来发生反应的话 你千万不要说 是我教你的有机化学 一定要这个 所以 我上课会给大家 陆续续给大家一些结构 告诉大家 它的结构是 它的电子分布 是这种情况 所以今后你会有一个 很好的联想 看见美女图 知道是美女 这个没问题 我不反对你一个联想 但是你看到这个结构 一定要想 它的结构分布 是这样子的 而看到这个结构 一次你知道 它电子云分布是 这边带很多很多负电荷 如果一个带震电荷的 一个质点来进攻 一定是进攻它 一定不会进攻这个地方 而一个带负电荷的质点过来 那么一定是进攻这个位置 好 那个我们休息一会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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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